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球朋友圈 我是发福比发财容易的 好好好 我语言姐 我确实是养了猫 而且呢 也正如你所说的 我家猫这个性格让我捉摸不透 哎呀 这个世界上啊 让我们捉摸不透的事情出了猫命 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天我们栏目的这个编辑小哥 胡尔峰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上网一查 他给吓坏了 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是什么感觉呢 你脖子有点酸 上网查了半个小时 你发现你只剩三个月了 同感 明明是长了个痘痘 网上一查说是留 明明是扭了脚 网上一查感觉自己要节肢了 明明长得像彭于晏 网上的人偏偏说我长得像吴彦祖 不要点脸 谢谢 说实话 现在网络上那些信息 真是有些扛大其词了 我建议大家有什么不舒服的 还是要去正规医院看一看 还有 我再重申一遍 我朋友圈圈草哈哈草又圈彭于晏 幸福跟你们做不感性 你们再这么说 我可要离开你们了 我以前可是有过说走就走的经历的 看吧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 父母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单路人看了照片都以为是炒作 因为没有人相信彭于晏会离家出走 兄弟 你最近有点膨胀 我梁朝伟看不下去了 吴彦祖同杀 吴彦祖同杀 我要被你们几个苦惑心死了 如果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 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花装品 想不到我这个朋友千里几乎是聚集了全中国的美男子丫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物以类聚 物以俱乐 我们这一帮人啊 都不怎么要脸 开玩笑啊 我们这应该叫幽微卧 知道吧 你看我兄弟波波 他这很幽默嘛 幽默的人都善于发现和整结规律 考完试的几种不同类型 我一点都没复习 八十 我昨天才开始复习 八十二 天呐 真不好做 八十五 我差点没做完 九十 最后一个差点做出来 九十五 旁边啥话不说陪笑的 九十八 六十 这次稳了 五十九 老哥这一波分析很稳 同为学渣 感同身受 咱身上就是有一股迷之自信